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情报部门在台湾发展组织 说白了 就是中共共谍 为什么我一下感兴趣了 因为去年8月份 当时国防部 台湾国防部发了一个说辟谣的谣言散对 第一时间在推特上发的就是这个军文社 我之前还以为这个军文社是属于 是吧 这个是属于谁起个推特名字叫军文社 现在参知了 原来军文社是这尔巴金台湾国防部下属的军事通讯 新闻通讯社 是这尔巴金的国家单位 然后呢 里面的副主任 是中共特务 所以你说他们能不做的文宣要攻击路德社吗 是不是去年 所以你说 萨托西你说是不是验证 攻击咱们的都是中共特务 你怎么看 对 首先呢 首先呢 我跟这个路德啊 有一样的看法 就是说去年 他们说有一个军文社出来吗 我刚才还以为他也是起了个名字 对吧 就像我们像路德社啊 还包括什么什么社啊 什么的 那都是起了名字 那没想到一个一个这个名字如此业余的一个东西啊 竟然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官方机构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理解什么了 理解为什么 就是说去年路德社在在那个搞啊 就说不是不是我们搞 是讲是我们刚开始揭露 就说台湾的这个行动的时候啊 台湾一些以及他们一些比如说啊 一些就是人被买通了以后啊 那他第一时间就就能够第一时间就出来出来辟谣 因为实际上呢 我们看这去年他整个这个 这过程啊 他是不太正常的 那首先有两个不正常 第一呢 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手续不正常 通常情况下 如果说你要官方辟谣的话呢 你不可能说的那么绝对的 对吧 你最多只能说有些事情欠妥 或者比如说有些事情未经查证 对吧 你最多只能这么说 你不能说啊 你没有经过任何的调查 你就说啊 这事情说就一定不对 或者说你不存在这个人 啊 他就是整个这个批要的手续啊 就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潦草 而且或者说 其实说白了 他就是要反攻路德社来的 他并不是针对这个事情来的 这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认为不正常的 第二呢 就是他这个语气很不正常 我们都知道 这个如果你真跟台湾人 如果你真的要去跟他们这些人打过交道 其实你也不需要跟他们打交道 你其实就去看一个像 像政经最前线啊 还包括那个一些台湾那些时政节目 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用这种语气说话 他们其实说这个正 就是说政治上的事情啊 其实都挺娱乐化 第一那是挺娱乐化 第二他们语气是比较理中刻的 不太可能说什么有这么事无二致对吧 而且呢 又把这个话说那么绝对 搞得像跟人打仗一样的那种那种语气 所以说呢 这两个不正常 让我们第一时间就认为 这背后啊 他是一定有中共的参与了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原来这个被这个中共收买这个 这个单位啊 其实就是这个发生的这个人 那么我也就能够也能够说明 为什么他能在第一时间内就就能够跳出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就要上次啊 上次我们讲那个关于飞机那个事情啊 那个飞机他要经过那么多波折的话呢 他是需要一点时间呢 但是呢 如果你说这个新闻网络里面呢 那他们一定会非常的狗急跳墙对吧 就相当于你往这个你往这个就是人家的围枪里面扔砖头 那是哪个先跳出来那一定是那个那个人家养的看门狗吧对吧 看门狗他一定第一个跳出来那这就说明了现在连看门狗的都是中共的人 那就可想着为什么他们在第一时间就赶快就就去要去要反击路德社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就说什么了 这已经生成了他们一个条件反射了啊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路德 对啊 咱们先说说这个这个军文社的事 所以这个去年攻击咱们这个你看就是军文社里都有特务 有中共的供典啊 那毫无疑问是吧 因为他是今年才给他抓出来的 是吧 这个孔凡家啊 他具体是怎么回事 他为中国情报单位在台发展组织 三度邀约啊 台湾的现役军官前往越南旅游 计划由中国情报单位接受吸收 被接触军官均回绝 这个桃园的检察官啊 依贪污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 涉嫌起诉 没收不法所得62万多元 并建议法院从众量刑 这个53岁的孔凡家 自称孔子弟 74代船人 曾官拜军文社编辑采访 组中校副主任 2012年8月退伍 因为之前是退伍 现在后来现在到军文社 检调查处孔凡家 是由已被依违反国家安全法 判刑15年的金门县安全旅行社 负责任邵维强吸收 在军中协助发展供典组织 前后共接受美金 一万一千七百多元 即人民币六万元 肯定不止这些啊 说完了 这个检方起诉指出 此案源于调查局 国家安全维护工作站 于去年二月破获 这个邵维强 自2002年起协助 中国在台发展 情报组织 孔凡家先被吸收 渗透军中发展组织 也于2019年吸收陆军 第八军团指挥部作战处 少校副处长向恩德 少卫强今年五月 由金门地院判处 15年徒刑 向德恩已于今年二月 经高雄地院判处 七年六月 孔凡家涉嫌共敌案部分 由桃园地检署检察官 李维成指挥调查局 国安办战争办 经常期精密啊 收集证据 发动数波搜查 查细恐怕家 自2006年起 为中国厦门市人民政府 第四办公室 吸收的少卫家 少卫强 以金钱利用拉入 协助少卫强发展组织 双方曾在菲律宾 新加坡等地 会面交钱 并以产品 当接受接触 吸收同袍的暗语 广泛家以其 时任现役军人机会 接触我国 台湾的现役退役军官 以提供免费招待 请往越南旅游为幌子 你看越南啊 企图诱使出国 提供中国情报单位接触 吸收所幸 经由恐接触的军官 军委应勇或 故意成行 使其发展组织为能得逞 且经检方及调查局 办案团队及时查获 以免国家安全破口 检调调查发现 恐翻架 利用担任军职期间 接触时任 国防大选政治作战 作战学院 陈系校 少校 预算官 军文社 王姓 上校社长 你看社长 军文社 退屋 改当议员助理的 王姓 政战学校同学等人 以免费招待 境外旅游 幼使 与幼使同袍 出国与中共 军情人员接触 但恐翻家 接触的三人分别 因保卫意识强烈 业务繁重 无法出国 武汉肺炎 疫情爆发等原因 都没有成形 事后有人 起一项国防部检举 全报 全案曝光 有人检举 谁检举 你看 检方认定 恐翻家被境外势力 对 境外敌对势力吸收 收受贿赂 为中国情报团队 发展组织 达十余年 其行为 一时 七日军中同袍 蒙受质疑 根治国家安全 于难以预料的 危险状态 恐翻家 坦诚犯行 并搅回犯罪所的 虽符合减刑之要件 但符合 危害国安之行为 仍不以轻从 陶检 依涉案 犯国家安全法 第五条之为 中共 中国公务 机构 发展组织 未遂罪 提起公诉 未遂罪 仍见 请法院从众 量处 适当执行 这整个的过程 你看 啥人都有 包括军文社 上校社长 都在发展的 他发展的里面 别的人 说是没有被发展 我都不行 说白了 这都是有点忽悠人的 他不可能十几年 都发展不了人 发展不了人 中国还拿着他 当盘菜 你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所以这个起诉说 还是有问题 你怎么看 萨特先生 对 现在实际上 因为我刚刚关着麦 其实我已经笑出来了 但是呢 这个声音没出来 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我 我其实让我们看 就是说 这个台湾 他上上下 其实都懂是怎么一回事 你去看 而且你去看 实际上呢 他在接触那么多人的时候 他不太可能说 没露出些马脚的 因为他其实 你看他从头到尾的这些活动啊 其实在我看来呢 还是活动量还是蛮大的 那么他从06年开始起 要首先你就从各地出境 对吧 你作为一个军人 出来进去的话呢 其实很容易被盯上的 因为我们只要稍微动动脑子 可能就知道啊 就是说没有哪个军人 会一天到晚 有事没事出国的 对吧 那你这样出国是干什么的 那不就很可疑吗 对吧 你除非说去旅游 但是旅游天天去越南 或者比如说是越南周边 那个东南洋国家 这个就很不正常 所以说他肯定很有可能的 如果说台湾真有心要盯呢 他肯定是很容易盯上 但至于为什么没盯呢 这就是说明这台湾有点问题 其次呢 确实是我个人认为呢 台湾台湾这次检察官呢 肯定只是为了把这个典型给拿出来 对吧拿出来以后呢就就此作罢 什么叫他你看他其实他这点说的说的就很有意思 他说什么叫其他人因为抵住诱惑或等等 或者这个人办事不利对吧 没呃没有诚心的 说白了 其实在我看说白他其实只是为了想保那些人 就他没为他其实他能发展的人 当然只是因为正一有可能因为证据不足对吧 那么这个检察官呢不想觉得自己是个白痴对吧 那你那么多 可能你做那么多事情就要还人家证据都没搜出来 所以他只能说因为这事情是未遂的 其次呢要不他们就是想包庇那些人对吧 能说那些人已经发展成功了 但是呢他也不他也不想说出来 那他所以就来个未遂 然后他其实整个这个案子他的判断啊 判案呢在我看来啊 虽然说我没有足够证据 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小把大事化小的这个过程 就是说首先呢我得给这个人判案是肯定得判了 为什么呢他可能是出于某方面压力 当然我我觉得有可能出于美国压力 因为最近这个台湾共结那么多对吧 你你怎么可能你这个台湾这个检察院 或者说你这个台湾的司法 结果一点反应都没呢 他只能抓一个出来 那抓一个出来以后呢 他呢得干两件事 第一个呢不能把多余的人给抓出来 这就是他这个案子 办案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呢 这个人呢还不能搞太重对吧 你其实你去看那个里面 他所有这个用措辞里面 其实都是想帮这个人说 他表面上你去看是揭发这个罪行 但其实里里外外就是 没有就是没有想想众叛这个人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之前说 就包括我们今天说那个 那个飞机那个事情啊 就飞机这个事情 再包括今天这个事情 给我看了 确实就验证了 就说台湾的见解 他真的很多 而且他们已经发展的非常 非常厉害了 但是呢 这个台湾上上下想 真的是有问题啊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路德 这个再结合啊 前两天 这个1500万美金啊 1500万美金 把这个直弩干 这个直升机啊 要叛逃的这个事情 结合一下 再结合一下 咱们去年啊 你看这一年多 是吧 之前对咱们的攻击 现在一系列验证 你怎么看啊 这个事情啊 而只能说呢 就是说 真的就是验证了我们一点 就是说台湾的上上下下的 基本上都已经被渗透了 成了筛子 对吧 那就是说 你看就是说 整个他一个办事流程 都非常的中共 第二个呢 跟中共他配合的都是完美默契 这就是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说 这个台湾很有问题 台湾很有问题 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真的要去攻击和污蔑 对吧 台湾对吧 因为对我们来说 其实台湾怎么样 其实并不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 当然我们也希望台湾人民过好 但是呢 这并不是我们最关心的核心的 我们最关心的内容就是中共 但为什么我们要经常把台湾拎出来说是因为中共渗透的 最多就是台湾 包括你看 就是说台湾现在就已经 已经到什么危险地步 就连他的这个宣传口都已经被中共给收满 其实宣传口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紧要的一个位置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起到了一个催眠 就台湾老百姓一个作用 第一个呢 他起他可以说告诉台湾人就说 你只要关键时刻这个人出来发个声对吧 那你做一个台湾军方的人 那你做你那你对于台湾 那个台湾的安全怎么想对吧 那你说那你他们就可以说 啊你看这个路德社他们根本不专业对吧 因为他们又不是军方 我们军方说了没事就是没事对吧 那你根本都没法反驳啊对吧 那你说你说你做一个普通的正常人 你说你来信谁对吧 我们用一个常识角 当然因为我们是路 我们是经常听路德社 我们肯定会说路德社是对的 但是你要站那个普通老百姓角度 他会怎么想对吧 他们肯定说人家军方说的是对的对吧 那我们再看第二点 就是说你看这个整个这个孔凡家的这个 还包括支努干 他里面整个的这运营的一个模式 他就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这一两个人就能搞得定的 你去我们再去看这个孔凡家 他能办一个事情 他还是要把某一些就是说台湾里面高官专门请到越南 然后还在那边去发展 或者说或者是比如说你还要还要接触到这些人 这个不是说他们这些人啊 可不是说就说我跟你打个电话 来咱们今天来的星巴克 我们来谈一谈 这些人可能可能会去吗 对吧 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你要接接接触这些人 你首先你得有级别 因为级别上了某一级别 人家才很愿意愿意接 其次 你还得把这些人说身边的人你都要搞定好 因为你像这个什么少校预算官啊或者是军文社王王姓上校 这些人他出行他一定周围是有秘书或者是都是有有人上会盯着一下的 不是说他们想想见就见 他们的这些手机啊电话什么都是有监控的 你还得给他们去提供还得找委托中间人 因为这种人他们是不可能通过电话去联系 你还得去委托这个中间人去跟他们接触 也就是说他整个这个系统是能够多么的复杂 但是这个这个信用都被他们搞定了 这就可想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去年8月份就一直担心台湾 当时大家很多人都说我们是乱猜啊 是是妄想啊 或者是哪怕说说任何都有对吧 但是现实就告诉我们一点什么 就是台湾就是整个台湾现在现状就是像我们所说已经被渗透烂了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是的啊 这个这恐怕家 你看现在其实各方面啊 这很多啊 就是这种特别多 是吧 如雨后春笋般啊 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这个总共在台湾的这些特务啊 间谍啊 一个都被挖出来了 这是好事 是吧 这是好事 好 我们先休息会儿 待会儿再 再 分享 另外的资讯啊 这个节目就到此 别忘了 点赞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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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